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 數碼電影就是應該這樣子 就是3D 因為它可以拍3D 這個3D有聲有淺的決定 你可以3D到幾乎平也可以 就你的控制 就是我們的坐標有XY對不對 現在我加了Z 加了這樣的一個因素 那這樣你加了一個Z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眼睛 就跟我們的眼睛一扫描 兩個眼睛就可能一個扫描 在我們的腦子裏面 把影像弄起來 有一個產生影響 就跟這個本身的活動是非常的相像 所以你的 我形容它就是第一個 就是說高格數的話 就好像是以前你看慢動作 可是沒有慢下來 就是你看清楚了 過去電影因為這 限於24格 它一直是有這個閃動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 或者有 你不是模糊 不是模糊 就是有這個 一條一條的 這個數的限制 它就一個一個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敢做這些東西 paint的太快 什麼都看不清楚 你人動一下 其實你也看不太清楚 因為這樣你就把它 在細緻化往裡面想的時候 其實靜態的東西裡面也有很多的活動 所以你當這個東西清晰以後 你用是一個立體的方式看 光又組合的時候 所以它本身就是3D應該是這樣 只是我們3D還沒有做到 所以我覺得未來3D就是3D 就是數碼電影的一個 數位電影 一個數位電影 所以它其實也不要講未來怎麼選 我覺得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我們還沒有做到 我們的腦子還在2D 還在膠片的這種 跟電影的關係還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的科技已經到另外一個媒體了 只是我們的腦子還在過去 這對我來講 其實不是未來 而是說本來就應該現在 只是我們還在過去 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120的 說你超過60個 大概8、90個 確實數字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叫flake 閃動就沒有了 你就清 就像一個面紗取下來 然後你因為你比較清楚 所以你眼睛的需求也比較高 你需要的景深也比較多 所以這個4G 就是8倍的清晰度 將來還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將來會更高 我不曉得其實哪裡誰聽說 什麼24G 24G其實跟好患沒有關係 是一個最便宜的決定 就是當初的聖誕出來的時候 它能夠帶動聖誕裡面 聽到的最低的標準 它其實是一個最低標準 不是說它有什麼好的 其實也並不太理想 我們將就的看也習慣 它本身成為一個藝術品了 它本身沒有什麼好壞的 所以我要形容這樣的編語 就是說 感覺沒寫實 感覺你有種投入 身靈其境的感覺 這個你要自己決定說 我希望 世生世外還是我喜歡參與這個劇情 嘿啊 太好了 太好了